航母上的舰载机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速度的 弹射器都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历程 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到底数优数列 中国最新研发的电磁弹射技术相比美国有何优势 中国最新型航空母舰003航母预计在今年内下水 据了解由中国科学院团队研制的电磁弹射装备 也即将装备在003航母上 这也是中国即将第一次在航母上运用电磁弹射技术 航母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海上战争形势 成为了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武器 也就是海战最重要的舰艇之一 我们都知道航母主要是依靠舰载机为主要作战武器的舰艇 能够装载多少架舰载机和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发射多少架舰载机 成为了标志航母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想要让柴油弹再满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一块大约90米长的甲板上起飞 这无疑是一项十分困难的技术挑战 我们坐飞机时都能发现 飞机在起飞时会在地面前进一段很长的时间 然后才能起飞 而航母大约90米的甲板长度 就需要飞机的速度在2秒内从0加速到每小时约270公里 该如何让飞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速度呢? 其实在航母出现之前 人们就在研究如何缩短飞机起飞时在地面前进的时间 一位英国科学家就最早解决了这一问题 发明出了弹射器 这种弹射器首先利用弹簧和滑道进行驻飞 给飞机发动机在起飞时提供强力的推力 让飞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起飞 当然 这种早期弹射器设计还十分简陋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但总体来说还是达到了缩短飞机起飞时间这一目的 在航母出现后 准确来说是水上飞机航母 还不算是标准的航母 当时的水上飞机航母也是用于在水上起降飞机用的 只是因为早期的螺旋桨式飞机的起飞速度不大 可以轻易地从甲板上自行滑跑起步 但随着战斗机的不断发展 喷气式舰载机的重量和起飞速度急剧增大 加之因为航母的空间有限 没有办法提供较长的跑道 如何让飞机更快地起飞变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既然有需求 那么可能就会有创造 然后便出现了液压弹射器 不过液压弹射器弹射能量极小 给飞机提供的动力不多 也就以失败高中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日本海军实力 可以算得上世界前列 日本也尝试了一种 用火药爆炸威力来提供动力的弹射器 但是效果依然不理想 只成功使用在水上飞机的弹射上 随着各个国家对于弹射器的研究 时间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 各种弹射器横空出世 先后曾出现有压缩空气式 火药式 火箭式 液压式 和蒸汽式等多种动力的弹射器 但由于安全性或弹射能量的限制 大多数种类的弹射器 都限制了舰载机的发展性使用 只有蒸汽式弹射器被沿用至今 目前美国是唯一一个 使用蒸汽弹射器的国家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能力研发 蒸汽式弹射器的国家 并且美国大多数航母上装配的 都是蒸汽式弹射器 包括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中的十艘航母 小鹰号 星座号 肯尼底一号 华盛顿号 里根号等等 但有意思的是 蒸汽式弹射器的最开始 是由英国研发出来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英国海军上尉 首先使用蒸汽的想法 然后经过试验表明 蒸汽有可能使弹射器 拥有更强大的动力 然后随着大型喷气机开始出现 蒸汽弹射器系统开始搭载上航空母舰 但随着美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 在航空母舰的研究上也更为重视 并将蒸汽式弹射器发扬光大 上世纪的法国和苏联都曾尝试过研究 法国迫于国家技术水平的限制 放弃了自主研究转而向美国进口 而苏联在解体之前 都没能研究出蒸汽式弹射器 其实 法国和英国也是可以研发出来的 但是与美国的差距过大 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美国的C13型 是世界上唯一现役的蒸汽式弹射器 并在近两年提出了一个 蒸汽式弹射器改进计划 提升蒸汽式弹射器的能力 因为蒸汽式弹射器的技术 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 而电磁弹射系统仍然是一种新型技术 美国方面表示 经提升的蒸汽式弹射系统 预计可使用到2050年代 既然蒸汽式弹射器 被从众多种类的弹射器中脱颖而出 并被美国研究使用了70余年 自然是有其独特的优势 蒸汽式弹射器的原理 简单来说 就跟小时候街头巷射卖的爆米花一样 通过一个容器不断地加压 在加压到一定程度以后 通过一个套筒开阀 就可以听到崩的一声 声音很肯定存在一定的推力 航母上的蒸汽式弹射器 就与这泵爆米花的原理大致相同 当时只是大致原理上的相同 具体肯定要复杂得多 在这也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我们重点来讲一下蒸汽弹射器的优点 就像是我们刚刚拿泵爆米花举例一样 蒸汽弹射器瞬间产生的动力会非常大 能够有效地满足大比重喷气式舰载机 对于起飞动力的需要 而这一点就注定了蒸汽式弹射器 比其他种类的弹射器 能够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 然后再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改进发展 其技术也变得相对成熟 但是众所周知 中国目前的两艘航母都没有采用蒸汽式弹射器 而是采用的更为传统的滑越式起飞 如果前者更好用的话 中国为什么不采用呢 就算是存在技术障碍 003航母都要用上电磁弹射 蒸汽弹射应该没那么难才对 因为蒸汽弹射虽然有着成熟的技术 但其造价十分昂贵 设计 制造和安装技术都相当复杂 后续的保养维护费用成本也很大 并且蒸汽弹射的推力也不好控制 虽然其也能够通过蒸汽流量的测量来精心控制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比较苦难 并且范围有限 而最重要的一点 蒸汽弹射的能量效率只有6% 虽然巨大的推力会对飞机的结构安全性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么吃力不讨好的装置 中国自然不会去研发 而美国嘴上说着蒸汽弹射技术非常成熟 只是需要改进 但也在不间断地研究着电磁弹射技术 所以发展了半个世纪的蒸汽弹射将会被电磁弹射所取代 电磁弹射也将会成为未来航母起飞舰载机的主流弹射器 而如今 中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已经研发成功 并且也确定了会应用在中国新一代航空母舰003航母上 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实力又是一次跨越式的提升 据了解 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电磁弹射技术 采用的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电磁原理 中国采用的是中压直流技术 直流的好处就是不用变压 只需要变流 因此 调速范围很宽 抗过载性能良好 系统的总体重量也会更轻 同时效率更高 并且 中国在电磁弹射的系统结构上也进行了创新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抗毁坏性能 避免了电磁弹射会出现的意外状况 这比美国目前还在使用的中压交流电流技术要先进很多 中国在电磁弹射技术上虽然起步较晚 但后来居上 一举反超 中压力电磁弹射技术